我們上禮拜主要在建構這個Toy Machine 就是我們之前介紹Toy Machine的指令 我們知道它Support 16個指令 有16個暫存器 有256個memory cells 然後我們知道怎麼樣去Program它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要去設計一個Toy的Processor 或是它CPU 使得說這個CPU能夠去執行Toy的Program 我們手邊有的工具包含像是ALU 還有Multiplecer 還有Register 還有Memory 然後還有一個Clock 我們的目的就是用這些元件去建造一個Toy的Processor 我們上禮拜有談到設計一個Processor的四個步驟 第一個你要有Spec 或者我們要稱為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就是你的Processor可以執行什麼樣的指令 我們有對應的Semantics 然後第二步你要根據你的Semantics 決定你需要什麼樣的Components 通常如果牽涉到變數 你就會需要一個Sequential Circuit 需要計算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一些ALU加法器等等的 好 那決定要Components 但是第三步就是根據Semantics 決定Data Pass 也就是說當你要執行某個運算的時候 假設你要執行比如說C加上1 C會是一個Sequential Circuit所代表的 E是一個常數 你要做加法 也就是說C跟E都要進到加法器 你才有可能進行C加1 所以Data Pass的目的就是要讓你運算的資料 可以流到應該要對應的Component那邊去 這是所謂Data Pass 最後是Control 就是什麼時候讓C加1發生 什麼時候讓C-1發生等等 這是屬於Control的部分 那我們上禮拜我們用兩個例子 一個是很簡單的Counter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Stake 來作為例子說明這個設計的一個流程 最後呢我們就回到呢 我們最複雜的也是我們希望 真正想要設計的Processor Toy的一個CPU 那這個是Toy的ISA 這是它的Reference Card 這一張其實相當重要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或者你在設計Architecture的時候 你常常需要去參考它 我們待會今天在設計Control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你還是要參考這一張Reference Card 這個是我們的ISA 第二步呢我們決定Components 這是我們上禮拜所看到的 我們需要的Components 因為你可以看到前面出現 在你的ISA裡面出現Memory 出現Regist 所以你需要有Memory跟Regist的Files 然後呢 在裡面的出現像是IR啦PC 這都是屬於暫存器 或者是屬於一些變數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些變數 所以你需要IR跟PC 這樣的東西 那你需要做ALU的運算 所以你需要一個ALU 你需要做Condition的判斷 所以你需要一個Condition Evaluation 然後呢在Instruction Fetch的時候 你有加1的動作 所以你需要一個加1的加法器 好那這些Components 都是你從Semantics裡面 去identify出來的 你為了要執行這些運算 你就需要有這些的這個原件 你才有可能進行這樣的一個動作 目前為止系都還相對簡單 那接下來呢 第三步呢 Data Pass 其實我們花了大概整整一堂課呢 來做這個Data Pass 也就是說呢 我們有這麼多的這個事情要完成 下面這些事情就我們的Semantics 那這些呢每一個動作呢 都牽涉到資料的流動 比如說呢 第一號到第六號指令呢 必須要把RS跟RT的資料 送到ALU 去進行某個運算 再把ALU運算結果呢寫回RD 所以呢 RS跟RT呢 必須要送到ALU ALU的結果呢 必須要呢 送回RD 這是我們所謂的Data Pass 或所謂的Data Flow 為了要完成指令1到指令6呢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Data Flow 所以我們就必須呢 為了這樣的Data Flow 加上適當的一個Data Pass 就是比如說呢 D呢 那4個bit的D呢 必須要送到A暫存器 當做AEdges 送到暫存器當做AEdges 你才有可能在ADATA那邊呢 讀到RD 那RS啦 說錯了 S呢 必須要送到A暫存 S必須要送到暫存器的AEdges 你才有可能在暫存器的ADATA呢 讀到呢 RS 那RS呢 也就ADATA呢 必須要被送到ALU 當作Input 1 那RT 一直類推 所以呢 為了每個指令呢 你都不需要把這樣的一個Data Pass畫出來 那當你遇到衝突的時候 也就是說呢 當兩個資料呢 想要進同一個Input的時候 你可以藉由Multiplexer 來解決這樣的一個衝突 好 所以最終呢 我們上一堂課最後呢 其實畫了整個Toy CPU的Data Pass 那當然這邊有一些設計呢 並不是唯一的 你有很多可能其他的選擇 那只是呢 我們這邊呢 根據某一些因素 我們選擇這樣的設計 比如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Copy Input 2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說的這個ALU呢 其實很奇怪 它有五個指令 其中有個指令呢 叫Copy Input 2 那你從這個 我們的指令集裡面 你發現你根本不需要這個動作 那為什麼要有這件事情呢 我們上禮拜呢 在設計的時候呢 我會發現呢 是因為呢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 Copy Input 2 應該是為了要讓RT通過嗎 看一下 對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就是比如說我們需要這個 A指令 我們需要A指令 那A指令呢 你就是不需要把這個T呢 送到這個 啊 暫存器 當作B edges 從B data呢 你讀出RT 可是RT呢 必須要送到Memory當Edges 那你當然可以另外拉條線 可是呢 我們是Lavage已經有的 上面這條線 我覺得上面這條線呢 其實本來就有送到 就是把這個某個東西呢 送過來當位置這件事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呢 這個Copy Input 2這個指令呢 直接呢 直接呢就穿過它 直接穿過它 利用原有這條線 而不要另外拉一條線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也可以選擇拉另外一條線 可是呢 這樣你的缺點 可能你會拉一條很長的線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的是 利用上面這條 從這個ALU出發 到這個 Memory的Edges 這條線 然後呢透過Copy Input 2這個指令呢 把這個RT呢 直接可以穿過 ALU 來到達這個 Memory的位置 OK 好那這是我們上禮拜 最主要的一個成果啦 我們上禮拜大概 最主要就是把這個DataPaste畫完 好那 那 最最後呢 我們的第四步驟呢 就是要設計它的Control 那首先你要知道呢 這整個Processor呢 有多少個Control 那我們上禮拜有 其實有看呢 總共有17個Control 首先跟Sequential Circuit有關的 你可以看到 所有我們現在有四個Sequential Circuit 哪四個呢 Memory Regist Pogren Counter Instruction Register OK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它的Interface呢 Pogren Counter呢 跟Instruction Register 我們基本上是用Clock 用Clock來控制呢 它的Write OK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兩個 一個Clock一個Write 那你可以把它Combine在一起 就是說 你自己來做或者是呢 把這個Input丟給它去做 所以說我們跟Sequential Circuit 有關的呢 總共有六個Input OK 就是Pogren Counter跟Instruction Register的Clock Memory跟Register的Clock 加上它們的Right Enable OK 然後再來呢 我們的這個ALU 有幾個Input 有五個Input 三個作為它的一個 ALU Select 一個減法跟一個Subject 所以呢 這邊是6加5就11 然後呢 我們畫Datapace的過程中呢 又多了一二三四五 五個Multipressor 那其中有四個Multipressor呢 是2 to 1 有一個Multipressor呢 是3 to 1 也就是說你得要用4 to 1來做 所以呢 總共呢 又增加了六個Ctrl Signal 所以最終呢 我們有17個Ctrl Signal OK 就是我畫這個紅色的這17條線 也就是說呢 整個的電路呢 由這17個Ctrl來決定呢 每一個電路呢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OK 好 所以我們最終呢 就是要設計17個Bulling Function 對每一個Ctrl Signal 設計一個Bulling Function 那什麼是它的Input of Variable呢 那我們上個班也有看到 這是它的Input of Variable 總共有9個 哪9個呢 首先第一個呢 每一個 原件現在應該進行什麼樣的事情 會跟你現在在執行什麼樣的指令有關 所以我們要看你的OP Code OP Code呢 4個bit 所以這邊有OP Code 4個bit OK 那再來呢 你在執行 有些指令呢 會需要呢 知道Condition Evaluation的結果 就是那個Branch Zero跟Branch Positive 所以呢 上面那兩個Condition 運算的結果呢 也是我的Control Input 這邊就6個 4個加2個 現在6個 那再來呢 Clark Clark是On還是Off 會關心到呢 我的這些原件呢 是應該 現在是在被寫入的動作呢 還是呢 是在做運算的動作 所以呢 Clark是我的第7個input 那再來呢 我有一個額外的input 來 indicate說呢 我現在的CPU呢 是在哪一個phase 或哪一個cycle 我們商談客有提到呢 我們整個指令的執行呢 會分成兩個cycle來完成 第一個指令呢 第一個cycle呢 叫做instruction fetch instruction fetch instruction fetch的目的呢 就是把pokencounter所指的內容 copy到instruction register 並且呢 把pokencounter加上1 指向下一個要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OK 我把這樣一個動作呢 稱為instruction fetch 就是把我下面要執行的指令 的內容抓出來 注意pokencounter跟IR的差別 pokencounter呢 是指令要被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instruction register呢 是正在被執行的指令的內容 所以呢 instruction register呢 是16bit 我們每個指令都是16bit 而pokencounter呢 是8個bit 因為我們的指令呢 存在一個256個word memory裡面 它的位置呢 只需要8個bit OK 好 所以instruction fetch的動作呢 就是把要執行的指令呢 讀到instruction register 你下一個要執行的指令呢 送到instruction register 然後execution這個cycle呢 就是根據instruction register的內容 來完成呢 這個指令呢 的一個執行的動作 所以每一個指令的執行呢 會分成兩個cycle來完成 fetch execution fetch execution fetch execution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這個process呢 有可能在兩個狀態中的一個 如果是一個 依然他現在是在所謂的fetch cycle 他正在執行instruction fetch 或者他在所謂的execute cycle 他正在執行呢 execution 所以呢 我們不需要有一個額外的信號 來告訴我的control呢 說我現在呢 是在做fetch 還是做execute 這也看到了我們有兩個額外的 input 一個叫做 execute 一個叫fetch 其實它就是同一個啦 你可以看到呢 execute 的 not 就是fetch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 execute 那你就不是在fetch 如果你現在在fetch 你就不是在 execute 那我們把它分成兩個 signal 這樣對 control 來講會比較清楚 雖然理論上本質來講 只是一個而已 不過很多時候呢 對 control 來講 我想要知道現在是不是在 execute 我就可以直接拿到 我就不要去做 not execute 當做fetch 這感覺很麻煩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基本上有九個input 對我的control 來講還是一個九個input 包含四個bit的optic code 兩個bit的condition 一個bit的clock 一個bit的execute 一個bit的fetch ok 所以每一個bullying function 都有九個bullying variable的input 所以呢你就要設計 十七個bullying function 每一個都是九個input的bullying function ok 好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談這個control怎麼做 給你的九個bit 你怎麼樣輸出那十七個bit 給你這個綠色的九個bit 你怎麼樣輸出呢 橘色的這十七個bit 來控制整個CPU呢 完成它應該要做的事 好 那我想在我們談這個control怎麼設計之前 我們先來談clock 怎麼樣去設計clock OK 我們提過了這邊有四個sequential circuits 那我們知道呢 clock對於sequential circuits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人都有clock 每一個人都有clock 那memory跟register呢 額外會有所謂的right enable的control signal 好 那在談這個clock之前呢 我們先來談一下呢 這個execute跟fetch 怎麼樣產生 那我們上班有談到呢 我會有一個額外的one bit counter one bit counter ok 那這個one bit counter呢 就 它的input就是clock 它的output呢 其實就是 這個execute 好 那什麼是一個one bit counter 顧名思義呢 就是這個counter呢 只有一個bit 那一個bit呢 最多只能存兩個state 要不然是0 要不然是1嘛 0加上1變成1 counter就是一直往上加嘛 這叫counter 所以一看看是0 加1變成1 1加了1呢 又變回0 因為它只有一個bit 所以它沒辦法存2 所以它就知道它就存回0 所以它就一直在0 1 0 1 0 1之間交替 所以這是一個one bit counter 至於你怎麼做到one bit counter呢 這邊是一個連做法啦 可是你可以不要理它 你只要記得呢 這個interface就好 可以看到右邊 我們有一個one bit counter的interface input是一個clock output呢 是一個state 是一個state 那這個state呢 基本上呢 就是indicate呢 現在是不是 應該是 是不是execution 是不是execute ok ok 好可以看最下面的坡型 所以呢 最下面是我們的clock 對不對 這我們看到一個clock 它有一個周期性的坡 然後呢 每個一段時間呢 它就會按起來一小段時間 每個一段時間呢 它就會按起來一小段時間 這是我們的clock ok 好的 clock進去這個one bit counter之後呢 我們直接看Q2就好 因為Q1是它的internal state 你基本上沒有看到 Q1在這裡了 Q1是這一個free flop的output Q2是這個free flop的output 那我整個 整個電路的output是Q2 所以我們不要去看Q1 我們看Q2就好 我們只要看Q2的坡型 基本上呢 每一個clock進來 它就會改變它的狀態 比如說 它如果現在是0 下一個clock進來 就變成1 如果現在是1 下一個clock進來 下一個clock進來 就變為0 所以你看Q2呢 基本上呢 就會呢 也一樣是on、off、on、off 只是呢 它的on跟off呢 各持續一整個cycle 各持續一整個cycle 可以看到呢 它一開始是off 一開始是off 然後持續一個整個cycle之後呢 當這個clock 按起來的時候呢 它的狀態就改變 變成1 然後持續整整一個cycle都是1 然後clock再按起來的時候呢 它又變為0 然後再持續整整一個cycle的0 當clock再按起來的時候呢 它又變為1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輸出呢 就是01的交替 是01 01 01 這樣交替 而且每一個狀態呢 都會持續一整個cycle 那一個cycle就是一個on跟off 合起來的時間 一個很長的off 加一個很短的on 這是我們clock的整個cycle 就是這樣是一個cycle 這樣是一個cycle 到這裡位置 就是一個很長的off 加一個很短的on 這樣加起來就一個cycle 那我們的這個q2呢 它每個狀態呢 都持續一整個cycle 然後在0跟1之間呢 一直做交換 這是我們說的one bit counter 它現在一開始是0 加1變為1 再加1又變為0 再加1又變為1 所以就0101一直交換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01呢 當作我們的execute 有時候我指令剛開始的時候 應該先做fetch 所以一看開始是0 然後呢 第二個cycle呢 我第一個cycle應該做fetch 第二個cycle呢 做execute 所以基本上我奇數的cycle呢 都在做fetch 偶數的cycle呢 都在做execute 所以就0101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 q2呢就是我的execute ok 好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邊clock進來 進來one bit counter呢 我們直接把這個one bit counter的輸出 當作是execute 把它的inverse呢 當作是fetch ok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所有奇數的cycle 第一個cycle 第三個cycle 第五個cycle 我們都在做fetch 所有偶數的cycle 第二個cycle 第四個cycle 第六個cycle 我們都要做execute ok 所以這兩個cycle 就可以告訴我 我現在到底在執行fetch 在進行fetch呢 還在進行execute ok 好 那我想 這個大概就是這個one bit counter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ok 好 那我們說過 我們把這個one bit counter的輸出 當作execute 它的inverse就當作fetch 讓每個指令呢 分成兩個cycle來完成 下面基本上就是我們看到的波形 input是最下面的clock 輸出呢 基本上就是中間的execute 它的inverse呢 就是上面的fetch 所以你要不然在fetch 要不然就execute 所以fetch跟execute呢 一定是一個0 一個是1 ok 所以它基數 所有基數的cycle呢 都在做fetch 偶數的cycle呢 都在做execute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每個指令呢 分成兩個這個clock來完成 第一個clock呢 把你要執行的指令呢 送到IR 第二個cycle呢 根據IR的內容 決定呢 怎麼樣完成這個指令 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基本上每個指令都是兩個cycle來做 ok 好的 有了這個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看clock 好 那 所以根據這clock,execute跟fetch呢 每一個指令呢 兩個cycle完成 那這兩個cycle呢 我又把它切成四個face 也就是說呢 每一個cycle 又可以分成兩個face 哪兩個face呢 clock是on還是off 也就是說呢 你在fetch cycle的時候 fetch cycle呢 而且clock是off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face 那fetch cycle 而且clock是on的時候 這是第二個face 同樣道理呢 execute呢 也會有兩個face execute clock是off 或者execute clock是on 那為什麼要分clock on還是off 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所有的sequential circuit呢 都只有在clock on的時候 才會update它的狀態 這是我們為什麼加上clock的原因嘛 對不對 讓所有的sequential circuit 只有當clock on起來的時候 才可以update它的狀態 那clack off的時候呢 你都在進行呢 這個指令所需要的運算 就是那些seq 那個combination circuit 他們就在clock off的時候呢 把他們要算的結果 把它算完 當clock on起來的時候呢 我就把這些算的結果呢 寫到對應的sequential circuit 所以clock on跟off呢 就是要決定呢 要不要寫sequential circuit 好 所以呢 我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有兩個cycle 這兩個cycle呢 在根據clock是on還是off 我總共可以分成四個face 哪四個face呢 Fetch Fetch and clock It's cute It's cute and clock OK 所以我一開始是Fetch Fetch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把PC加1嘛 然後呢 把這個PC的內容送到這個 Memory當作位置 那PC加了1之後呢 會回到 然後 看這個圖 我們一開始先做Fetch Fetch的意思就是 Clock is off Fetch 可是Clock is off 的時候就我們的第一個face 對不對 第一個face要做什麼事情 PC 會送到 Memory 當位置 PC會送到加把器 加了1之後 PC加1回來 到這裡 可是呢 PC加1呢 並沒辦法立刻寫進去喔 為什麼 因為clock還沒有按起來 可是PC加1的結果呢 我的這個加法器幫我算完 就利用clock是off的這段時間呢 我PC已經加上1了 這個結果呢 現在被卡在呢 我的Po跟Counter的門口進不去 為什麼進不去呢 因為clock沒有按起來 clock沒有按起來 他就等在門口等著 OK 那這個 我的PC呢 已經送到Memory當位置 然後呢 Memory的PC呢 也是我要執行的指令的內容呢 其實已經送到IR的門口 可是還沒辦法寫進去 為什麼因為clock沒有按起來 所以說 在這個Fetch這個face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Memory的PC在IR的門口等著 PC加1在PC的門口等著 可是呢 都還沒有寫進去 當clock按起來的時候 我們進入下一個Face Fetch and Clock 這個時候呢 在門口等著那個資料呢 就被寫進去了 也就是說呢 在第二個Face Memory PC就被寫到IR PC加1就被寫到PC 然後呢 我就把clock呢 關掉 這邊的timing呢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 你不能讓你的clock按太久 為什麼不能讓clock按太久 你想想看 如果按太久 這個PC加1寫進去 又讀出來 再加1又變PC加2 如果clock還是按著 他就跟著寫進去 OK 當然理論上來講 你應該有一些所謂的buffer來 控制這個了 不過呢 在我們這邊的話 你就想成就是說呢 我的這個clock按起來的時間 要剛剛好 把這個開關呢 的狀態 隨取完之後 就一個關掉 不要讓他再重複運算 以免呢 這一個 這個錯誤的資料 又被寫進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clock按的時間都不長 就是 剛剛好 讓我們的 這個資料 可以寫進去 我就立刻關起來了 大概是這樣 OK 好 所以第二個phase呢 Fature & Clock的目的呢 就是把 IR寫進去 PC寫進去 寫好之後 立刻關起來 然後呢 進入第三個phase 就是Execute Execute Execute一樣 接下來你就要根據IR的內容 決定呢 你要做什麼樣的運算 比如說你做1號到第6號指令 你就要把資料送到ALU去做運算 這要花很長時間嘛 對不對 ALU裡面可能做了一個16bit的加法 那你知道呢 加法呢 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的clock off的時間很長 因為呢 clock off的時間呢 必須要讓整個運算最慢的部分都完成 比如說 16bit的加法 那 必須16bit的加法 你必須要給它足夠長的時間 16bit的加法都足以完成 而這加法的結果呢 已經送到 暫存器的門口等著 也就這裡 AL運算結果在這邊等著 他還沒有寫進去 沒辦法寫進去 因為clock還沒按起來 因為我現在在Execute這個cycle 這個phase 什麼時候寫進去呢 當clock按起來 變成Execute and clock的時候 我這個運算的結果 才會寫到暫存器裡面 OK 好這我們整個的這個四個phase 發生的順序大概是這樣 那你要記得這樣 Fetch的時候要做的是 這個PC Fetch的時候要做的是 IR等於memoryPC PC等於PC加1 Execute的時候要做的是 那16指令要做的是 而clock按起來的時候 所有sequential circuit呢 才會做寫入的動作 所以我根據這樣呢 分成四個phase F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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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lock Execute Execute and clock 所以當clock按起來的時候 我才會做Write的動作 可以看到呢 Fetch and clock的時候 我會做Write IR 其實還WritePC啦 Execute的時候呢 我會Write的對應的memory或暫存器 Depends on你執行什麼指令嘛 我也可能寫PC 對不對 我也可能寫PC Depends on你執行什麼樣的指令嘛 我們可以看這16個指令 他的assignment的左邊有誰 assignment的左邊可能是R 有可能是MEM 有可能是PC 所以呢 在Execute and clock的時候呢 我有可能 所有出現在assignment的左邊的這些人 都有可能被寫進去 Depends on你在執行哪個指令 以及這個事情要不要發生 比如說 C跟D呢 他不是叫你立刻寫進去 要看這個條件也沒有成立 條件成立的時候呢 我才會改PC 條件沒有成立的時候 我就不會改PC 所以這邊就需要靠control 來幫你完成 OK 好 那我們再回到clock來 所以我們大概已經說明了清楚 為什麼我有這兩個cycle 四個phase 兩個cycle 這四個phase 好那這樣我們就可以來 設計呢 register的一個clock 什麼時候你要寫register 什麼時候你有可能寫register 如果你有疑問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看這一個semantics 你的reference card 這是你所有的操作 什麼時候你有可能寫register 就是說呢 什麼時候呢 R會出現在assignment的左邊 OK 你會發現有很多情況 有可能 可是呢 廢取的時候絕對沒有R出現在左邊 因為廢取的時候你要不然寫IR 要不然寫PC嘛 對不對 所以廢取的時候呢 絕對不會寫你的memory 也不會寫你的register 所以對你的memory 跟register來講 什麼時候呢 他的clock需要on 只有當execute的時候 他的clock還真的on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我們的這個memory的clock 其實我們把它設成clock and execute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呢 register的clock呢 兩個cycle才on一次 對不對 因為你fetch是0101交替嘛 當execute是0的時候 register的clock並不會按起來 因為呢 execute是0 and的clock呢 還是0嘛 只有當execute是1的時候 and的clock才會是1 所以呢 register的clock呢 他兩個cycle才on一次 跟外面那個cycle不太一樣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把這個register的clock呢 用這個邏輯去弄它 ok 因為你知道呢 fetch的時候 fetch and clock 你不可能寫register fetch and clock 只會寫PC跟IR 對不對 一樣道理 memory也是一樣 fetch and clock的時候 你不會寫memory 你只有當execute and clock 的時候才會寫memory 所以register跟memory的clock呢 其實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變成clock and execute 那至於這是不是真的要寫 那還有right enable來決定 也就是說 當clock execute and clock的時候 我讓你有機會寫memory 跟register 可是呢 如果你的指令呢 不需要寫memory跟register呢 你的right enable呢 就要設為0 所以即使是 execute and clock right enable是0 所以register呢 還是不會被更動 這個蠻重要的 如果你不小心這邊設錯了 那你的register可能就被錯誤的更動到 ok 好所以 就像我剛剛所分析的 register跟memory 只有在execute and clock的時候呢 才有可能被寫入 才有可能喔 也不一定真的要寫 看right enable要不要開 可是 只有當clock按起來的時候 才有可能被寫入 所以我們就把它clock設成呢 execute and clock 這個是memory跟register的clock呢 我們都是這樣來做 所以它兩個cycle才按一次 跟別的clock不一樣 外面的clock是每個cycle按一次嘛 可是呢 因為這邊是execute and clock 而execute呢 兩個cycle才會按一次 所以呢 execute and clock呢 就是兩個cycle才會按一次 所以它大概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 ok 我基本上就execute and clock 只要execute and clock的時候呢 才有可能寫memory或是暫存器 好這個是register的clock 你看到就是我們這個 register的clock 我就這樣來做 它還write enable write enable 就 depend上你的指令要不要寫 我們可以先偷看一下好了 什麼時候你會把這個write enable 打開 當r出現在這個assignment的左邊的時候嘛 什麼時候r會出現在assignment的左邊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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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出現出現是memory 這裡 這邊寫的是memory 雖然r出現在這裡 也不會r是當index放在memory裡面 所以這個並沒有 那這邊有沒有r出現在assignment 左邊沒有 沒有 有 這有一個 所以指令1到6指令7指令8指令A跟指令F 你都要把這個write enable打開 ok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這個write enable的 這個function應該是什麼 就是它的booling function應該是什麼 就是那幾個opcode的end ok 這個我們待會再看到 我們現在只在看clock 好這個是register的clock ok memory clock其實也長這樣啦 因為memory跟register的只有在excuse and clock 的時候才會被寫入 好那我們看ir的clock 那ir的clock 那ir的clock就反過來 什麼時候你會寫ir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semantics 什麼時候ir會出現在assignment的左邊 基本上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這個情況 其他都不缺不會出現IR 所以這在fetch and clock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寫IR 其他情況之下你絕對不會寫IR 所以呢 IR insulting risk的clock其實就很簡單了 它固定兩個cycle寫一次 對不對 每一次fetch完呢 就寫一次IR 固定兩個cycle寫一次 ok 也不用write enable了 這是一定要發生的 也沒有什麼 反正fetch的時候就一定要做這個事 ok 好這個就是 ir的clock 就是fetch and clock ok 就像我說的喔 這是一個暫存器 有時候你也可以這樣來做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它分成 ir 然後你說呢 它有一個clock 跟一個write enable也可以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呢 那你就是clock 然後呢 這個就是fetch 基本上這個意思 你如果把它合成一個的話就 改 像左邊這樣 那因為這相 它的控制相對簡單 所以你 理論上就不用把它當作兩個control signal 你用一個就好 那像rigist的memory 它控制相對複雜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clock 跟一個write enable來控制它 那IR這麼簡單 你其實呢 就一個control signal 就是它的clock 那一樣這個clock 也是兩個cycle on一次 只是呢 它會跟insulting register 跟那個rigist file的clock 按的時間剛好是顛倒的 OK 可是都是兩個cycle on一次的 OK 好那這個是IR的clock the control 我剛剛講過我有17個control嘛 那其中有6個跟sequential circuit有關嘛 那這6個裡面有4個是clock 兩個是write enable 我現在就要談這4個clock怎麼做 那rigist file的clock就是executant clock insulting register的clock呢 就是faction clock 那這個memory的clock呢 也是跟rigist的clock一模一樣 就是executant clock 最後一個clock 一個clock我還沒有談的是PC的clock PC的clock呢 其實最複雜的clock OK 那 反過來講什麼時候要寫PC 你現在問的問題就是什麼時候要寫PC 那跟其他三個sequential circuit是不一樣 的是說呢PC呢 在fetch的時候可能寫 executant也可能寫 你看到其他三個sequential circuit fetch的時候呢 IR只有在fetch的時候可能會被寫 那個register呢跟memory呢 只有在executant的時候會被寫 所以他們呢都是兩個cycle固定寫一次 那可是呢PC呢就不一定了 PC呢有可能在fetch的時候要被寫 也有可能在executant的時候要被寫 為什麼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的這個semantics always回去semantics 你要決定這些事情 你就看semantics 理論上都會有答案 什麼時候PC會被寫 就什麼時候PC會出現在assignment的左邊 我們把PC出現在assignment的左邊的情況呢 通通把它標示出來 fetch的時候 這邊會出現PC 表示呢fetch的時候呢 poconcounter會被寫 OK 好這裡面有沒有出現PC在左邊的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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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有四個指令 在execution的時候有四個指令呢 有可能要寫poconcounter 其實就flow control指令嘛 因為poconcounter呢就是在說 你現在執行哪個指令 那flow control就是在改變你這個 sequential執行的這個順序嘛 所以如果要做flow control 我一定要改PC嘛 那才有可能改變flow 對不對 所以所有flow control指令呢 都有可能改PC 在execute的時候 所以poconcounter呢是整個 timing最複雜的一個 因為呢 在fetch and clock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寫 execute and clock的時候 他也可能會被寫 在fetch and clock的時候 他一定得要寫 對不對 因為注意到 當你是fetch and clock的時候 這個是不管怎樣 PC就一定要被加上1啦 ok 所以說呢 這一個 這個PC要什麼時候要被寫 fetch and clock 對 好 那這四個指令呢 是說呢 execute 而且clock 而且呢 我是指令C D E F 好 如果你是指令C指令E跟指令F 沒話說 因為指令E跟指令F呢 只要是這個指令PC就一定會被寫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指令C跟指令D呢 那就更麻煩了 因為呢他必須要這個條件成立 這個條件成立才寫 我聽起來就很複雜 所以他會有幾種狀況會被寫 有五種狀況 對不對 而這五種狀況 其中兩個狀況 然後Depends on那條件有沒有成立 那聽起來很複雜 不過實際上也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直接看一下這個Solution 就覺得也還蠻清楚的 這是clock的 program counter的clock 就最左邊的這個 我把它放大來看 program counter的clock 長這個樣子 所以首先第一個呢 一定要clock按起來才要寫 所以現在最後呢都要endclock clock按起來才有可能寫 然後呢哪些狀況呢 要不然你是fetch 對不對 fetch and clock要寫 那剩下的情況就是execute 那execute的時候四個指令要寫 哪四個指令呢 jump and link jump and register branch positive branch zero 可是呢 branch positive 如果是branch positive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大於0這個條件 也要是1 就這兩個條件同時成立 才會是1 也就是說你是branch positive 而且呢 大於0的條件是成立的 那麼也要寫 那這邊就是說呢 你是branch zero 而且呢 等於0的條件是成立的 那麼也要寫 就這五個狀況 其中呢一個是fetch 另外四個是execute 那有兩個呢 是conditional branch 所以他要加上condition the end 也就是說這五個其中的 任何一個成立 而且clock on 起來就寫pc OK 好這是poken counter的這個clock 相對其他的clock 他講他是最複雜的一個 OK 原因是因為呢 pc呢 在兩個cycle都有可能被寫 而且呢execute的時候呢 又只有某些指令 某些條件 才會被寫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指令跟條件 把它呢 設計清楚 OK 好 所以到這裡為止 我們基本上把 這四個clock都講完了 這四個clock都講完了 基本上就是這一頁頭裡面所說的 17個control signal裡面呢 有四個是clock 而這四個clock呢 的control signal呢 就是這樣來設計 就每個都是一個booling function 那pc的clock的booling function 最複雜 就是最左邊這一個 logic gates呢 所表示的這個booling function 好 這邊可能有個地方 你可能會不是那麼確定 就是這個 就是我剛剛說呢 jump and link jump and link的時候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變成有一個input jump and link 也就是說呢 我有一個input呢 來告訴我說呢 我現在這個 是不是在執行jump and link 這個指令 你要記得的話 我們剛開始講 control的input是 九個 其中有一個四個bit的op code OK 可是實際上呢 我會呢 把這四個bit的op code呢 透過一個decoder 這是一個decoder 變成16個output 然後呢 你這樣可以想像我要做什麼嗎 就是讓 根據我這四個bit的op code 在說什麼 我告訴你說呢 現在其實是在執行哪個指令 所以它是一個 decoder的話就四個bit in 16個bit out 對不對 然後呢 16個裡面只有一個會on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現在是指令1 我知道呢 我在執行的是jump and link 指令1 指令1應該是jump and reduce OK 指令F是jump and link 所以如果我的op code是1111 那麼呢 第15條線 就是0到15 第15條線就是on 也就是說呢 jump and link 這個signal是1 其他都是0 所以我可以藉由這一個 來知道呢 到底我現在在執行的是 這16指令的哪一個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4個bit進來 其實我把它變成16bit出去 因為這樣比較清楚啦 我覺得我現在知道 我現在執行哪一個指令 所以呢 這個branch 0 就是對應到 這個指令C嘛 就C的這條線 就是對應到我的B0 那同樣到指令D呢 就對應到我的B positive OK 結果待會應該有一條 我先看一下那個圖好了 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 好 所以內部其實是這個樣子 可以看到 我這4個bit的OP code進來 透過4個bit decoder 我把它變成16條 這個signal出去 Decoder應該大家知道嘛 OK 根據這個OP code呢 對應的是0到15的哪個數字 對應那個數字就會按起來 而這16個呢 那就對應說我現在執行哪個指令嘛 就是Decoder 根據我這個 Incode的OP code 決定我現在 把它Decoder成呢 你現在執行的 到底是16指令的哪一個 那這我的control的 才會變得比較清楚 當然你也是可以用這4個OP code 來寫布林方式 就變得很麻煩啦 我就變得比較麻煩 所以我第一步動作呢 是把這4個bit的OP code 變成16個bit 那我是在執行哪個指令 就一目瞭然了 對不對 因為這16條線只有一個會按 其實我在執行那個指令會是按 其他都是0 OK 這個先讓你知道 所以這個所謂的branch0 跟branch positive 就是由這個Decoder呢 所產生出來的 所以在clock這一邊呢 我才能夠直接就說 直接就說呢 B positive 我才能直接寫這個B positive 要不然的話呢 這個B positive呢 其實就是 第幾號指令 第一號指令嘛 指令D嘛 指令D呢 15 15 14 13 13的話呢 就是0 1011 1101 對不對 那1101 你當然就可以說呢 把它換成呢 就是OP code 3 And OP code 2 And OP code OK OK 你當然也可以這麼寫 那只是說你就要把這個東西呢 換到這裡來 就變得很麻煩 所以 我們就先透過Decoder 把這4個bitOP code呢 換成16個signal 到時候你再說哪個指令 就直接把那個指令 那個signal拉進來就好了 這樣寫起來比較簡單啦 當然你要這樣寫也可以啦 只是那看起來就變得很複雜 OK 好所以這4個 這4個signal 雖然不在我們剛剛的input裡面 你要記得的話 我們剛剛9個input 並沒有出現這4個 那這4個呢 其實是透過Decoder所產生出來的 透過OP code 經過Decoder 產生的這16個control signal 額外的內部的control signal 應該說額外的input 把它當作我的這個control signal input OK 好我們談完的clock之後呢 我們先 在我們談下面的剩下的這些control之前 我們先來稍微了解一下 整個的這個processer在運作的時候 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呢 你才會知道說呢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控制他們 這個東西才會對 執行才會對 OK 好 那我們用這個加法作為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的整個processer 我們的CPU 然後假設呢 下面是我們現在CPU現在的狀態 那其他無關的狀態我就不講了 我只把呢跟這個我們執行這個指令相關的狀態呢 列出來 比如說呢我現在poken counter是20 我已經執行一段時間 我現在在執行的時候呢 我的PC的內容是20 然後我MEM20呢 的內容是1234 然後我現在R3的內容是28 R4的內容是64 好那 那 這是我現在的這個狀態 電腦狀態 好那現在呢 我開始進入呢 這個fetch 我第一個fetch fetch fetch這個fetch 進入fetch這個fetch 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program counter的內容是20 對不對 那fetch呢 就是呢 所有combination circuits呢 會根據現在sequential circuits的內容呢 來做一些運算嘛 好那 20呢 就會從PC流出來 那這裡就明顯知道 我這個 multiplex應該要選0還是選1 你要選0嘛 對不對 你要選0讓這個20可以過 那20呢就會送到呢 這個memory當位置 20送到memory當位置呢 memory20呢就會從這邊流出來 那memory20的內容現在是1234 所以1234呢 就會從這邊流出來 可是呢 因為clock還沒有按起來 所以呢 他就會被擋在呢 IR的門口 OK 那同時呢 這個20呢 也會送到這個加1 這邊來做一個加法 所以21呢 就從這邊送進來 到這裡呢 你也知道這個multiplex應該要選0 讓這個21呢 可以進來 所以21就在門口等著 但我們現在講這個不太急 不過21就在門口等著了 那現在應該還不能按起來 因為clock還不能寫進去 因為clock還沒有按起來 OK 好所以在這個 廢取這個face 會發生的事情就是這些事情 那這邊的時候你要注意到呢 你有些control要設對 比如說這個multiplex要0 那個multiplex要0 所以呢 這些資料才會流進去 這是你control要做的事 OK 好 好 那現在呢 1234在RR門口等著 21在PC門口等著 OK 然後呢 clock按起來 就是我們進入第二個face face and clock 這個時候發生什麼事 1234寫進去了 21寫進去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 clock按起來 就是把 在sequential circuit門口等的那些資料呢 寫進去關起來 就這樣 OK 好所以我第一個cycle就完成了 好那進入 這個第三個face 有第二個cycle execute clock還沒有按 就execute而已 那這時候我就根據呢 我的 sequential circuit的內容 現在呢 我IR內容是1234 所以你可以想到 這個 1234這個E 就是0001 就會被送到 我的那個control logic裡面 那個4B的decoder呢 就會把這個E呢 decoder成呢 01 後面跟著14個0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做的是加這個指令 就加這一行呢 會是on 其他15個呢 都是off 那decoder就會 告訴我有control 我現在執行的 其實是加法 OK 那加法就會 把對應的 這些control打開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那 要做什麼事呢 2呢 會送到這裡來 1呢 會送去control裡面 告訴對應的control要怎麼開 3呢 會不會送到這裡來 4呢 會不會送到這裡來 4呢 就直接過來到這裡 可是這個3呢 你要把這個multiplecer呢 設為0 這個3呢 才會到這裡來 所以這個multiplecer 那這個為什麼設為0呢 因為你的control知道 你現在做的是第一號指令 在做加法 所以這個multiplecer 必須要是0 才能讓這個s呢 進到A位置 OK 好所以呢 2送到right edges 3呢送到a 4呢送到b 那麼呢 R3 就會從這邊讀出來 那R3內容是0028 所以0028 就會從這邊讀出來 R4 就是0064 就會從這邊讀出來 0028跟0064 就會送到alu alu呢 就說呢 我現在做加法 那為什麼知道要做加法 因為呢 這個opcode送到control control知道呢 這邊應該要告訴他要做加法 所以0028呢 跟0064呢 就會變成了 8加4的話是12 12的話就是c 所以就是008c 所以008c呢 就會從這邊算出來 那一樣呢 你知道這個multiplecer呢 必須要選0 讓008c呢 可以過 到這裡來 那008c呢 這邊就要選10 讓008c呢 可以進來 OK 到這裡就卡住了 因為clack還沒有on 所以呢 008c會在write data門口等著 2呢 會在write address這裡 所以我待會想要把 R2呢 寫成008c 可是我還沒辦法寫 因為呢 這個write enable 還沒有打開 應該說 這個clack還沒有on起來 write enable 應該已經打開了 那為什麼write enable 打開了 因為control知道我在做加法 說我要寫暫存器嘛 所以這時候write enable 已經打開了 那遲遲沒辦法寫 是因為clack還沒有on起來 OK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execute 這個phase OK 然後呢 當clack一on起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呢 008c要寫到R2 寫進去之後呢 clack就off 我就完成了這個加法的這個動作 所以整個指令的執行大概就是這樣 四個phase 兩個cycle 來完成 那你的control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在這過程裡面 我告訴你說呢 上面的multiplecer必須要是10 前面的multiplecer必須要是0 ALU呢必須要做加法 這些都是control要去決定的 那怎麼決定呢 他會根據opcode 還有現在的clock 現在的execute 或者是batch等等的 來控制所有這些橘色的線 來完成這個加法呢 想要做的事情 OK 對 那這我們剛剛看到這個例子 對不對 20送過來 然後20進去呢 1234送到IR的門口等著 然後20加上1變成21 送到PC的門口等著 clock一on起來的時候呢 1234寫到IR 21寫到PC 這是Fashion Clock 接下進去execute cycle 1234呢 這個 你可以看到234呢 都分別送到 這個對應的位置 然後呢 R2跟R3跟R4呢 會被讀出來 然後送到ALU 加起來 送回這個WriteData 然後在WriteData門口等著 然後呢 當clock按起來的時候 就是進入到execute andclock的時候 這個008c就會寫到 R2 所以呢 執行完之後呢 PC就變成21 IR1234 R2呢 就變成008c 完成了加法呢 所要做的事情 這個大概就是 你可以想像中 每個指令大概就是 我要 讓這整個流程可以發生 在這流程中要發生呢 這個過程呢 有些control必須要設對 而你的目的呢 就是要去設計這些control 當我知道在做加法的時候 每個multi-presser 應該是0還是1 AL1應該要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 control設計的一個目的 好 好